今天上午看到了这么多热爱楼梨球的姐妹们 还有大哥们 大家一起都在礼拜天一个天气很好的早晨 共同的运动 那我们这个楼梨球委员会 这个包括张炳君议员在内 大家都非常热烈的参与 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主委们 大家也都一直长期以来推动这个活动 我们基本上楼梨球人口其实也非常多 所以大家今天能够在这个礼拜天的上午 通通都出来运动 让我们感到很感动 另外就是在我们很缺淡的时刻 我们张炳君议员 他这个非常慷慨的 而且热心的提供我们这个运动的朋友 几百颗的这个蛋 这个我觉得你是非常的有爱心 我们在这边表示诚挚的感谢 那其实炳君本身就是楼梨球的一员 那之前其实前两年 我都会在下面跟着我这些学长姐 一起在台下表演我们的曲目 那其实楼梨球是一个相当好的运动 其实它比较缓和 而且比较不会伤害到自己 就是造成自己受伤 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来一起参加楼梨球运动 然后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楼梨球是两岁到九十二岁都可以玩的运动 从幼儿的教育发展肢体发展到肠肠腹肌 都可以来参与 所以非常适合我们基隆这样多余的环境 而且一般都只要用小小的活动中心 就可以来训练跟发展 然后招募培训我们这么多的这个队员 因为上到我们市场办的市场 还有楼梨球的比赛 还有一个八月五号全国楼梨球的展演 我们也正体到市场 这个都是市场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不只经营 而且后面给楼梨球的支持 我们大家继续支持市场好不好 好 给市场一个掌声加油 在郑锦州郑大哥的理事长的领导之下 我们让这些室内的活动 能继续继续一直花有光大 这个柔力球观摩赛 现场来了许多贵宾 大家通力合作 辅会跟社区民间团体 一起把这个健康有趣的活动 推广到基隆各个角落 让我们基隆越来越健康快乐 记者黄日生陈福平基隆报道